继前一天捐出了11500多片N95口罩之后 立委蔡思应再度号召民间友人 捐赠2000份的拓育快塞剂 给金融市政府教育处 因为前一阵子啊 那我们知道说市场上就是 那个快塞试剂都在缺嘛 然后有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路上排队 然后后来又那个知道说 我们的快塞试剂 就是市场上大家在用的都是 那个要戳鼻孔的 那我们自己试过觉得不太舒服 所以公司就进口了一批是拓育型的 那我们觉得这拓育型使用方便啊 不管是小孩子啊或者是老人啊 在使用这个东西都非常方便 而且不会不舒服 我们这几天陆陆续续在做协助的工作 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教育处 那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路同刚才教育处处长 跟我们的科长所提到的 其实我们很多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因为现在也没办法疫苗 那没有疫苗不是我们的政府 不给小朋友打疫苗 是目前全世界还没有EUA认证的 五岁以下的儿童疫苗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能做的大概就是透过 事先的预防的方式 那事先预防的时候 快塞试剂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情况之下 也许我们透过捐赠拓役快塞试剂 能够帮助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在发现有状况 在检测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加的迅速跟做判断 那这个我们交给了教育处 请他转给我们基隆市所辖的 各个公司力的托儿所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托儿所 就是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他们在上课的地方 生活作息的地方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感谢这一次的捐赠单位 能够大力的支持 因为要一次买到这些数量的货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那我非常感谢他们 那我刚才私底下跟他拜托说 如果可以的话 继续帮我们多增购一批 来帮助我们的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让幼儿园托儿所 在发现有症状要采取的时候 才不会觉得担心数量不够 舍不得用的问题 宣赠一事上 一星公司董事长特助黄小红 亲自将两千份的拖一块塞剂 交给教育处长杜国阵 希望让孩童不必再忍受戳鼻子痛苦 非常感谢我们蔡世英立法委员 除了帮我们争取足够的儿童疫苗 让我们的学童都能够充分的施打以外 对于相关的胃材的部分 也能够帮我们积极协调争取 除了上一次的口罩以外 这次更是针对于小朋友抗拒戳鼻孔的这种方式 来做快塞的部分 给予拓益快塞 捐赠了两千剂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没有施打疫苗 五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未来呢 我们在这边应该会统筹应用 如果未来这种没有施打疫苗的小朋友 他们如果身体有异状的话 都可以善用我们这个拓疫快塞 然后来去做筛检 那除了家长比较安心以外 我们也可以确保我们学童的安全 基督的疫情虽然逐渐趋缓 但教育处说将妥善的运用这一批拓疫快塞 做好校园的防疫工作 记者黄少民基督报导